大家见过修补牙齿吗? 注意看,这个牙齿中间怎么会有这么黑的一块? 原来这个人天天吃饭不刷牙, 最近就连吸口气都会疼得受不了, 这才想起来找医生。 只见医生先给打上不让你疼的麻药, 不然你会疼得原地跳起。 用高速钻头找准坏掉的部位打磨, 是要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。 不得不说这坏掉的部分还挺结实, 只能开足马力继续打磨。 看来,里面坏掉的地方还不少, 听着打磨机的嗡嗡声, 感觉到嘴里的震动。 你忐忑地问医生什么时候能治好, 我想回家,医生告诉你不要着急, 先不要说话, 因为你说话漏风我听不清。 对发黑的部位再着重打磨。 经过半个小时的漫长等待, 终于把这些坏掉的部分给打磨干净。 涂上让你酸酸的腐蚀液, 让下道粘合工艺更紧密。 放入填充物。 固化灯进行固化。 继续放入填充物, 继续固化。 医生将会给牙齿进行取膜, 然后根据脱膜给你定做合适的牙冠。 清理表面, 涂上粘合剂。 粘上假牙牙关。 擦掉溢出的部分。 用固化灯进行最后的固化。 打磨, 抛光, 修补完成, 对比下修补前后。 好的, 谢谢大家的观看, 感谢大家点赞关注, 下个视频更精彩。